这个值 就是1到5 好 1到5 1到5之后的话 它很确定 这样子到时候 这只能够下拉1到5 那当然你这边 因为我们有一个按钮 所以不需要启动这个 Auto Pause Back 如果你 打勾的话 变成那个按钮 就无效 就不需要按钮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不要打勾好了 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呢 在下面这里 还有需要一个按钮 按钮是在这两个所存在 中间 所以我们把它让它 什么样呢 合并好了 这两个要合并 在这里呢 再加一个Button 再加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上面名称叫做选择 那底下这边还有一个 叫做 LBL Output 所以这边底下还有一个Label 把它拖拉过来 那接下来修改它的名称 跟上面显示的 所以名称的部分呢 第一个 它的名称叫做 CheckBox1 不过我们希望比较好辨识 给它一个叫CHK 后面 Original 简称好了 O CheckO 我的要打一串 CHKO 那 ID 再来的话 上面显示的是什么呢 Tester 那如果你不输入它就用ID 当成显示的讯息 所以这边的话呢 再输入原味 Pizza 原味 然后再来是牛肉 再来是海鲜 那修改的方式一样 记得就是第一个先改什么呢 改它的ID ID的话呢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输入这个 直接用CHKB 好了 就是表示牛肉的 那上面名称改一下 叫做牛肉Pizza 再来海鲜Pizza CHK ID的部分呢 给它改成叫做 就S 好了 CHKS 再来呢 数量的部分 这边给一个 像是 我们叫做DD 也是跟前面一样 DDL 叫A 好了 那Button 其实改不改 无所谓 因为反正Button 就一个 我们叫Button1 那上面显示的 就叫选择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输入选择 两个字就可以了 那再来Label Label1呢 把上面名称 改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叫做 LBL 这地方 小写的 LBL Output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界面部分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要转写程式 也就是说 到时候让使用者去打勾 勾了之后再选择 最后会有一个什么呢 其实就是总金额 秀在下方 就可以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步骤 第一个先建立 新网站 记得可以存在桌面上 或者你的随身碟 也可以 那另外呢 当然接下来就是说 建立这个版面 记得这边有个插入表格 蓝位的话 就大概 四列 两蓝 那加入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最下面这个 把它合併 其他加入 checkbox dropdown list 还有一个button 跟label 画面还给各位 那应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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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